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叫消防 2006年回国 之前在英国读书工作 我当时回来人家就觉得我像火星人一样 什么都不懂 我回国之后的创业的第一家公司 2009年给卖掉了 我们是针对中国中低端的经济型酒店 和一些青年旅社 我们做一个预定平台 我最大的困惑就是卖掉之后我做什么 低的位置 我不愿意去做 高的位置 人家不会来找你的 当时我就觉得我可能这一辈子 都要自己玩了 都要创业了 经过这个一番坐着之后 现在又开始了新的起点 对不起 您可以帮我帮我帮忙 您好吗 这是南京路 最后你离开 我认为你得上十分钟 路上去南京路 他对我的这个世界观和价值观产生的影响非常非常巨大 现在的我就是过去十年不断各种文化 各种人跟我这种产生交互的一个综合的结果 我还是具有一定的冒险精神的 就是你眼前一抹黑 然后你却抓住一条绳子往前走 山内头的景色你永远都不知道 你爬了才知道 可能你爬山的过程中你迷路了 你翻过山头你发现到另一个地方了 也挺好看也挺不错 所以这种不可知性是整个 这种创业过程中最大的乐趣 如果你告诉我结果了 或者整个路线你给我设计好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就不要做了 没有意思了 有迷茫的时候 不知道力气势在哪儿 耐心地去等待这样的机会 先把自己各方面都先完善好 然后在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 再绝了一谱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 我们设计的财务室在这边 这边就是一个是IT部门 市场部门 他叫他自己taxi 你一定要知道你想要什么 尽早知道 然后去全力去追 全力去实现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最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身上有的 只有时间而已 我们其实别的什么都没有 但时间流逝得很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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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